这什么人都来了 什么我是安安 爸爸媳妇 你们怎么回来 你在说什么呀 不可能 他的父亲母亲应该都是 不玩这个抖音平台的 什么人都有这么 谢谢关注 感谢关注 安安都见过你家人 你应该去见见他的家人 因为他的家人 没有在我现在上班的这个地方 然后 就是说我也要尊重他 对不对 他说叫我去见的话 那我肯定也要去 就是足以尊重 我也可以去见别人 就是安安的父母亲 我不是说 就是因为现在在上班 这个城市 别人父母没有在这儿的 他也说过 就是说 后面可以去 带你去 见一下中药的人 我也不知道是 是谁 对不对 我们点点 小赞赞 我们把小赞赞点到 快一百万了 对不对 不用刷礼物 我们点点屏幕就可以了 一直点屏幕就可以了 谢谢关注 感谢关注 对不能自己要求去 就是 怎么说呢 我们就是 反正 大家都好好的 无论在这个直播间 和不在直播间 我们都是好好的 就说 谢谢大家的喜欢和关心 你们不用刷礼物哦 就我们点点小赞赞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 我的手都点软了 辛苦了 辛苦了 每一位点赞的 我都看见了 真的非常感谢 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就是这一路上 真的 我们都是有你们这么多人的支持 大部分 百分之 一百个人 可能有 九十五个人 都是非常的支持 我们喜欢我们 也是比较呵护我们的 那么肯定也有五个人 就是那种 他故意诋毁你 或者编造一些故事 比如说 我是重庆的 又说 我是八七年的 又说 我是某度上搜出来 又是什么 重庆大学的 不好意思 我连从庆都没去过 那个度量上面 那个人的信息 根本不是我 就可能叫 几年言行的人很多 但那个人真的不是我 我也 我怎么可能八七年 你看我样子 像不像八七年吧 对不对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 那么可能有几个人 他会编造各种的故事 然后诋毁我 然后 然后可能就说 打击我们 但是没关系 有你们这么多人 对不对 大家都是都看得见的 都看得见 我们就是 我们的一举移动 包括这么久了 都快五个月了 如果我真是八七年的 我早就被 八七年 什么重庆大学的 我也没去重庆玩过 更不是在重庆读大学 谢谢关注 感谢啊 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们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只要我们不去伤害别人 不去做 违禁违法的事情的话 我们就是说 做好自己 然后希望 关注我们的阿姨 还有姐姐都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 我们老家的话 这 这个月有选美呀 选帅 你们也有时间的 可以去我们家乡玩 我们家乡在马边啊 谢谢关注 感谢关注 很早就关注 谢谢 对 卫星无愧 真的 我们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你们没有关注的 这个地方点一个关注 这有个家号 对 只要 只要你不是人民币 你真的 再怎么完美 就像奕安 跟我说的一样 你不管活成怎么样 你朴素 别人说你装 如果你安静 他说你高清 如果你 时尚 他会说你装 装什么 所以我们 你不管活成什么样子 都会有人说三道 说三道四的 我们只管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就像那些明星 你看很完美 有的 什么 什么迪丽热巴呀 亚密呀 这些 他们又这么努力 又这么优秀 又这么漂亮 但是也有黑粉 对不对 所以的话就总结出来 真的 就是 如果你不是人民币 真的做不到 让每人都喜欢 所以就是肯定每个人的直播间 每个人都会有 他会莫名其妙的讨厌你 那种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心态 就不糟了他 他也会说你的 就没办法 我们就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谢谢啊 辛苦了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 我们没有关注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 这个地方加号 点个关注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是5点51分 我的底线就是 我永远做我自己 我不去羡慕别人 也不去嫉妒别人 因为嫉妒别人没用 羡慕别人也没有用 我只有自己埋下头 好好的努力 我做好我自己就可以了 也不去伤害别人 也不会去做一些恶事 我做好我自己就可以了 我也不会去嫉妒羡慕 或者说去讨好别人 我也不是讨好别人的性格 就我会做好我自己就可以了 就喜欢我的 他慢慢的知道 我性格就是很直接的 就是不会说不喜欢 我还会假装喜欢 或者说假装的怎么怎么好 就是我只会给你们 展现的是一面真实的自己 安安来了吗 我也不知道呀 级年声音小了一点 好那我尽量说大声一点 我因为很久才能和你们聊聊天 直播一次 所以的话我每次都非常的珍惜 因为就是不知道下一次是多久了 我去了海洋馆 我也是第一次去啊 确确实实就是没有去过海洋馆 这个没有什么就丢脸的事情 因为可能有的觉得 哎呀你这么大一把 这么大年纪了 都二十多岁了 没有去过海洋馆 这些就觉得很丢脸什么的 我直接给你们说实话 因为我觉得你们都像我的父母亲一样 我没有必要在你们面前去塑造自己 我是怎么样的 就是怎么样的 嗯对不对 就是确实没有去过海洋馆 就他 嗯就是你们说的 老牛就是他第一 他带我去 我我看见了很多东西 就是比如说鲨鱼呀 还有很多就那个叫做什么呀 水母 还有 还有看见了海豚 猴子